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上期通用武林宝军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车型CN202M的设计草图 新车整体设取了在此前发布的全新概念车RMC Concept所采用的新机极核设计风格 外观上,新车整体比例协调且充满未来感 使用的线条沟漏让前隔山与两侧灯组新车很好的一个U型设计 视觉效果感较强 同时前跑尾两侧预计加入了多边系轮廓 很好的提升了该车的运动磁吸 侧面整体比例较为修长 较低的离地间隙和较为倾斜的前风挡玻璃走势 并且看起来更具跨界气质 车尾部分层次感丰富 上方的厚着六板尺寸较大 而尾部下方的观察室尾灯组以及细长的设计 很好地呼应了前灯组的设计 此外,新车尾部下方的黑色石板区域 或将配有宝菌的全新标识 此之后面,作为参考 成分高层面为4775,1904,1596毫米 手续为2880毫米 据于观光表示 该车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 喜欢这车的,可以留意一下 一气奔腾公布了新奔腾战略下的第二款车型 奔腾T33的渲染官图 外观上,网格撞进气格三和全新的LED前大灯组组合 看起来十分犀利 先把外造型夸张 并使用了多个元素来拉宽整车的实践效果 尾部,整体造型紧接 维灯组之间采用了观光式多个四条造型 同时,后包围设计看起来与前包围相呼应 车型尺寸为4330,1780,1680毫米 车距为2600毫米 类似上面暂时没有公布 猜测可能会像T7系一样 配备AI全新智能控制等功能 动力方面,搭载1.6升自然CC4缸调筒机 最大输出功力为114马力 风轮扭矩为155牛米 变速箱方面 新车预计也将继续使用现款5速手动或来自爱信的6速手机体面书箱 据悉,其有望于2019年下半年自己上市 不知道看到实测你还会喜欢吗 一张小鹏汽车手管轿车小鹏P7的类似叠照进去被曝光了出来 从图来看 新车的中控台配备了由全域仪表与中控品视频组成的一体式大屏 科技感突出 同时三分之多功能方向盘也提升了驾驶便利性 回顾外观 该车予于2019年撒海市展亮相 其采用了先计的设计语言 分体式大单阻配合封闭式的前格塞设计 让该车辨识度较高 侧面整体线条柔和 并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扫 提升了车辆的科技感 尾部特点是采用了6倍式的设计 整体叫相设计后移 使得新车呈现出类似后驱车型的风格 侧尾末端的上扬还增加了小压尾造型 侧灯尺寸方面 新车长度达到了4900毫米 手距3000毫米 同时其还搭载了来自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芯片 官方表示 其硬件层面具备L3级自动驾驶能力 目前小鹏汽车暂时还未公布新车的更多参数 但已经开启了预设 并于2020年第二季度交付 不知道你有去预定吗 兵力官方基于天悦 欧陆GT和欧陆GT敞逢风版 推出了三款定制版车型 系列定制版被称为CVSASTERS 为了庆祝并立英国雷迈斯特经销商 开业25周年 均采用了专属的SASTERS银色车身涂装 该颜色一直是该经销商独有的可选颜色 而在其他细节方面 该系列定制版还采用了银色镀铬装饰 额外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22英寸手工抛弓轮圈 黑色刹车卡钳等 在车内均采用了Beluga皮壳包裹 并以泄命DXJALES银色进行装饰 此外在头则门框四板 前面板等多处还标有25支样 风力部分官方并没有特别说明 预计与线款保持一致 其中GT长风版搭载6.0SW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630分码 力最大扭矩达900牛米 传统系统将匹配8速双铝和变速箱 您会考虑购买吗 官方消息PRD12的量产版本 已于6月3日正式在长沙生产基地下线 该车外观整体设计风格 依然有着Dragon Face的设计元素 做网采用了新正式格栅 直列排布的LED大灯 富有科技感 证明为双腰线的设计 测询线条贯穿前后 视觉效果比较运动 尾部采用了贯穿四尾灯竹 灯竹上沿处翘起的线条 以及下方T型牌照区域 让新车尾部层次感十足 尺寸上该车为4240 1760 1530毫米 轴距为2610毫米 该车还在气量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功课 采用了能量密度达160千瓦每千克的3V电池 并使用了高集成度全新电驱动系统 最终该车的整倍质量达到了1250千克 相比同级别的纯电动车更为轻盈 而且NEDC需要里程有望达到360公里或以上 新车将于2019年7月中旬正式上市 不知道最后的价格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微占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